作词 李宗盛 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 你厌倦的这个世界 我依依恋成千 怎么你的苦恋 我尽着心相卷 却发现 受伤 有爱情我不放 从两点一线 到观望时间 你恰好出现 等锋芒 结束就断流浪 熟悉的光线 想会送信任 挪回心里 你会送信任 你会送信任 帮助转 你会送信任 你会送信任 或是心意 都不放了 不放途 你会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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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信任 我 断开 而且 孙子 独播 后来 奶奶 我来看看您 静医生 您们一起来 您躺着 您躺着 我跟几个朋友在吃饭 朱就说过 您爱吃那家餐厅的糯米偶 专程给您带了一份 谢谢 谢谢 你从来咋的 奶奶 您不舒服 没有 我很好的 金生和朱一生是一对吧 不是的 你刚住进来不知道 他们是老校友 很熟的 我看金生和朱一生 很般配 是吧 阿姨 我也这么觉得 我孙女有男朋友的 这两天她忙 没有来 所以我来提班了呀 奶奶 你孙女好福气 有两个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围着 你也跟着享福 你忙 季生 你去吧 好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去忙了 奶奶 你好好休息啊 我走了 早词 来 蜜�蜜 我到处找你 怎么了 奶奶在相救 我到处找你 怎么了 奶奶在相救 你不能进去 不 给我救我救命 对不起 姜总 她说找姑姑 保安不敢来 你先出去吧 姑 你还有脸来 姑 我知道我这次真的做错 可是你也知道 我这好像我想 给咱们江家争脸面呢 争脸面 你知不知道你给公司 还有个余生 带来多大的麻烦 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您再帮我做最后一次 人家公司 被复习州索赔两千万 他现在拖着我一起还钱 我真的没有钱啊 起来关我什么事啊 姑姑 要不你跟老爷子求求情 他肯定觉得 亏欠咱们江家的 求情 你害我害了还不够吗 我现在自身抖难保了 我姑姑 我求求你 就看在你死去的 哥哥的面子上 再帮我一次成吗 最后一次 你给我滚 回来之间 我不想再看见你 姑姑 奶奶 奶奶 醒了 霓霓 我刚才做个梦 梦见你爷爷 我刚才 和你爸爸了 他们想吃我做的小馄饨 我 奶奶 累不累 再睡一会儿吧 霓霓 你怎么哭了 奶奶没事的 没有 没哭 再吹一会儿吧 这种情况 必须尽快手术 患者已经出现了肝脑病症状 说明肝硬化的程度又加重了 这种情况 必须尽快手术 否则 要错过了肝移植的机会了 彭小声 喂 女生 奶奶还好吗 不是很好 要赶快找到甘原 你在哪 我现在去找你 不用 你不用担心我 我不会胡思乱想的 你好好养好身体 你别让我担心好吗 好 初九 我们说好的 有什么事 一定要告诉我 别自己扛着 好 我知道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 always be with you 想你说你说 不丢下我 如果爱还连记忆的 风光的承诺 你的大雨 请分给我彷托 你家老周怎么回事啊 你家老周怎么回事啊 淑宁啊 我们家老周真的病了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你儿子为了别的女人 连命都不要了 我们家知识也没有必要在上坎子上贴 对 进来 江总 月底了 财务事情比较多 副总让运车副总 马上交接工作 江总 assets 爸 爸 这么多年 我爸所有经历都放在这儿了 灵天不能这么对我 您更不能这么对我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我也希望你能尊重一下 好的 我可以等 但您能尽快吗 我每天打电话跟您确认好不好 好 好 麻烦您了 她不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 我对不起 老师 但在德国的股股股股 是一个很严重的程序 因为我们也有很严重的人 我们不能够吃饭 我们现在把医院移到医院 我看到医院的历史 你把医院移到医院 现在把医院移到医院移到医院 不是一个好选择 对不起 我们现在把医院移到医院 跟医院移到医院移到医院 我就把医院移到医院移到医院 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 看见你这样 我还是挺心疼的 放心吧 不好得很快的 那就好 对了 我过来是要跟你说一件 什么事来着 我想到了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妈被停职了 所以啊 你要赶快好起来 我等着你回来 继续跟我争 我走明天 很快就没有你们的利俗之地了 福西哲 是我低估你们 你比我想象中央能解脱啊 吃点什么水果呀 你小时候也吃香蕉对吧 我帮你剥 来 不吃啊 不吃啊 不吃我吃 你看看你啊 一腔热血 为了自己喜欢的人 连命都可以不要 真勇敢 在勇敢的同时 是不是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妈妈 否则她再做出什么事情来 你那个朱医生 心里也会不好受吧 说完了吗 好好养伤吧 好好养伤吧 好养伤吧 喂 儿子 你怎么还没睡啊 妈 听知道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沉了这个大嘴巴 我不让她告诉你的 你说你人还在医院 怎么能让你担心呢 好 出现时 我会去找爷爷商量商量的 没用的 你爷爷 要是真的担心你的感受 就不会把我逼到这个地步了 好 儿子 你要是真的想帮妈妈 就好好地养伤 尽快地回公司 好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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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外面真好啊 云生是不是很忙啊 这些日子都没见到他 他出差了 出差了 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很快了 等他回来让他来看你 见到他的时候 总觉得这孩子话多了些 可这些日子没见着他 心里空空的 还挺想他的 好 等他回来了 我让他来看您 再给您做些好吃的 不要 不要再给他添累了 来 哎呀 天真好 这么好的天 正该把家里的书拿出来晒晒 还有我的那些果干 菜干 哎呀 干脆 干脆 你回去以后 把家里那些果干 菜干 都封给邻居算了 好 回去就封 嗯 他们可要抱紧快 嗯 嗯 嗯 奶奶 嗯 快要春节了 我想 我想回家过年 你放心 这几天 这几天我觉得挺好 背后也不错 你这么多年 都没在家过过年了 今年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想 咱们两个 再一起过了一年 好 好 我去问孙主任 如果她说可以的话 咱就今年 一起过年 嗯 冷不冷啊 来 喝点水 慢点喝啊 有点烫 嗯 我去 姜阿姨 您找我 初医生 我知道 要离开像我们云生 那么优秀的男人 是件很难的事情 阿姨也不是不讲道理 你看这样 你离开云生 我帮你奶奶找肝源 让她迅速地做手术 咱们公平交易 合情合理 你说呢 来 老板 怎么样 好些了吗 你干吗 送给你的呀 拿走 算了 你走的时候呢 把这束花 拿到朱医生的客室去 哦 怎么了 难道你看见祭司狼 又缠着朱旧了 他怎么就还没有放弃呢 没玩了什么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 是 到底怎么了 你根本就藏不住秘密 都在你脸上了吗 嗯 你根本就藏不住秘密 我说的 我说的 你最好快点说 我在医院门口 看到朱医生跟姜怎么了 我妈有难为她 算是 呃 也不算是 不算是 阿姨 奶奶甘愿的事情 我自己会想办法 就不劳烦你了 我先走了 你站住 你不要总做出一副 独立自强的样子 来蛊惑云神 朱医生 你真的是不长记性 上次在海德堡 差点被淹死 现在 你还想试试吗 佳阿姨 萌萌官司的事情 我知道有您母后操作 我没有告诉云深 是因为她非常在意 我不会感激你的 你别费心思 我这辈子 都不会接受你 阿姨 我不再强求您 喜不喜欢我了 但我希望您能为云深 考虑考虑 她根本对公司的继承权 毫无兴趣 但她为了您 一次又一次地努力 她知道您不喜欢我 她努力平衡着 我跟您之间的关系 她为您做了这么多 不喜欢的事 您有没有为她想想 或者跟她沟通过 如果您还爱她 希望你不要再逼迫她 这样只能让她越走越远 如果不是你 我和云深什么问题 都不会有 阿姨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我先走了 附先生 你干嘛 你不能出院的 你真的不能出院 你现在情况很严重 怎么回事 附先生只是要出院 你帮我劝劝他吧 这交给我 你先出去忙吧 余深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回去 一定要回去忙 嗯 嗯 我知道了 我送你 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根本不适合出院 简直是胡闹 走慢点 别那么着急 没事 我来 我来 今天奶奶问起你 她想吃你包的水饺了 你要乖乖养伤快点好起来 我要聊工作到泰湾 听到了吗 好 我知道了 我们走吧 嗯 是 芝芝给我打电话 说你着急要来见我 你说你身体现在这样 不老实地在医院里待着 有什么事 都能明天再说吗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么快就搞妆了 我是看萌萌一家子可怜 帮助弱者维权 又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倒是她 凭着一家子可怜 谁知道是不是操作失误啊 她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干吗还要破坏 咱们的母子关系呢 主角什么都没有做 妈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她 我不讨厌她 我是恨她 恨她为什么每次都让你受伤 扯我 我昏迷差点站不起来 你知道吗 这一次次的 我心里有多难受 我又不能替你去受这个罪 儿子 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罐日落 你疼一次 妈妈比你疼了一万倍 你知道 你看看这一次 你差点就没命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对初九的人生开玩笑 要拿她奶奶的生命多筹码呢 因为 妈妈爱你啊 我不能看着 一个做伤害你的人留在你身边 还爱我 你从来 就没有关系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不喜欢初九 你就要毁了她 妈 你实在是太可怕了 妈 只不过对于来说 是自私的皇子罢了 谁都可以说我自私为妒忌不能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为你失去了多少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如果你在这儿能继续下去了吗 如果你在这儿能继续下去了吗 你当然会失去了 你是在威胁我吗 妈 不要再上海初九了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你 为了那个女人 你连爸妈都不要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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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因为外面的女人 把我变成了一个笑话 你爷爷 还把那个逆子带回来 让我养 天天戳我的新窝子 这二十多年 我是老人渊做牛做马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就是因为一次失误 就把我踢出门 这些 都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 是 再痛苦再绝望 只要一想到你 妈妈就什么都没准 可你现在不需要我了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妈 你能别闹了吗 是你逼我 妈 妈 你能听我吗 放下你的执念 你为了这个公司 付出了一辈子 你知道吗 放下 放下 我鼓主一指一辈子 我付出了一切 你现在让我放下 哪怕这是一条死路 我也会走到底的 好 那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你才可以 除非 你和她分手 你和她分手 我 你为什么这么逼我 你为什么怎么逼我呀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是你先逼的我 雨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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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嵘 伯母 伯母 您冷静点 月嵘 伯母 回来 伯母 她的身体 不可以有任何的岔子 就包括日常的感冒 也要非常小心 伯母 伯母 我看见你在角落 身体被脆弱包裹 摇着船背对我 将南枪冲破 我在外面等你 又灿燃一根日落 爱像个是寂寞困惑 我 我 差点骗了我 你不爱我 你不爱我 也会隐隐疼疼 我 我 你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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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你不爱我 你的花 朱医生 那我查完房了 跟我去吃饭 好 行 那我先走啊 朱医生 朱医生 萌萌爸爸被拘留了 我已经没有女儿 不能没有丈夫啊 萌萌爸爸也是被骗的 被骗也不是伤害别人的借口 朱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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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心肠软 我求求你 不要起诉我们啊 你和傅先生 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求求你们 放过我们好不好 你就算是看在萌萌的面子上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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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还在医院的病床上 你这样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还有现在这是刑事案件 不是我们能干涉的 不 朱医生 你听我说 我们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们 不要起诉我们好不好 求求你 我知道错了 你有要守护的人 我也有 朱医生 你听我说 妈妈 你不要再闹了 朱医生 你听我说 别闹了 再闹我叫保安了 谢主任 你 你听我说 让朱医生最后 你要搞清楚 你丈夫是刑事犯罪 还有啊 当初萌萌的手术费 是傅先生出的 他怕你们为难 还成立了心脏基金 帮助和萌萌一耀的孩子们 你们还要道德网架 他到什么时候 不 不是的 不是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救救你放过我们 别打了啊 不要起诉我们 好好好 救救你 朱医生 季主任 救救你们 我们错了 放过我们 好了 都算了吧 去忙吧 谢谢啊 谢谢啊 蒙蒙手术费的事 看来傅先生没和你说 他这个人就这样 平时看起来高调 但实际上 他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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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的主治医生聊过了 恢复得很好 那就好 他的家人呢 还是不让你见他 手机一直关机 也联系不少 哦 多次手术 已经造成了傅先生 应激性心脏病加重 这意味着家人要非常小心 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 都会有生命危险 好 让我进去 傅医生 你不能进去 余医生 傅医生 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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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朱教 余医生 余医生 你让让什么 这是病房 阿姨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真的想要看看他 多次手术 已经造成了傅先生 应激性心脏病加重 这意味着 家人要非常小心 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 都会有生命危险 他好多了 需要静养 朱医生 请你离开 轻心脏病加重 朱医生 别让我为他 你还是走吧 朱医生 你还让我回过 老大 蓓儿 我 벌써快靠上去 老大 你还准备我 老大 你还要回过 老大 你还要回过 老大 我被你带上回 儿子 咱们去里面躺着吧 这儿太凉了 好不好 那好 那妈妈陪你坐会儿 妈 我会跟主舅分手的 那个医生说让你静养 所以妈妈才敢 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自己很清楚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还能活多久 更不能去耽误别人 医生都跟你说了 是我自己问的 儿子 你别胡思乱想 你这个病只要好好静养就会好的 等你出院了 妈妈就带你去一个暖和的地方住一段时间 好好地静养 妈 我心里有数 妈 你不想要好 我心里有数 你不想要好 我心里有数 你不想要好 你不想要好 我心里有数 你在角落 身体被脆弱抱过 摇着船背对我 将南京撞破 又灿燃一根日落 爱像个是寂寞困惑 差点骗了我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 always be with you 世界有多坏 一吻带火 如果说我还有一点可能 不紧握 你的大雨别一个人磅磅 如果还要一点如果 月亮微信仰慕 就永远比凌晨 城市就很快乐 I never thought you 我feel the way I do 能感同身受我的伤口 没有那些无意义的风 没有那些无意义的风 吹过我 你不爱我 也会随意义的风 也会隐隐的风 我还要放过 那些人 却万人 连续退缩 却挣脱 我要的路过 这是你心里的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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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